想请问我们在韩国首尔的小娟 刚刚医生已经说出了 日本方面对于这一决定给出的说法 我想知道韩国接下来会如何来应对呢 小娟 好的 张燕 今天上午日本发布的 出口管制实施细则中 韩国舆论最为关注的是 其中提到的一揽子许可处理要领 那这一要领决定了 1100多个战略物资品类中 哪些品类会被列为个别许可品类 而个别许可意味着 更为复杂的出口审批程序 那我们刚刚了解到呢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 正在针对日方公布的细则 进行精密分析 接下来将依据日本 对个别许可品类的调整幅度 衡量对韩企的影响程度 制定下一步的对策 那在此之前呢 韩国政府已经提前把日本 对日本依存度较高的159个屏幕 指定为管理屏幕 主要集中在半导体 显示器 石油化工等领域 如果企业从替代国进口 相应的物资或原料呢 韩国政府最高将减少40%的关税 另外韩国企业也相继出台了 具体的应对方案 昨天呢 三星电子决定 用其他国家的产品 代替半导体生产过程中 约220多种日产的原材料 和化学药品 并组成了推进该事业的 特别工作小组 集中与韩国国内及海外企业 进行接触 基本确立了在生产工艺中 原则上排除日产原材料的 应对方向 那韩国在制定应对措施的同时呢 对日本的反制措施也已经逐步启动 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称 三菱电机日立等4家日本汽车零部件制造商 在近10年间向现代 奇亚雷诺三星等韩国整车公司销售电机 点火线圈等设备的过程中呢 故意抬高投标价格 存在串通交易的行为 并向这4家企业除以92亿韩元 约合人民币是5330万元的罚款 同时反应给韩国的检查机构 韩国的检查机构呢 将对此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另外呢韩国环境部也表示 正在研究强化对包括煤渣在内的 日本废弃物进口的检查等等 陆续扩大对日本的反制范围 那以上就是我们在首尔的观察 好 感谢小娟从韩国首尔 为我们带来的观察 以及我们在日本演播室的同事 谢谢二位